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那么随着近些年的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 为西昌的穷海湿地的生态资源也越来越丰富 而在我们西昌呢 并用这样一位拍鸟的摄影师 他呢用自己的镜头也记录下了 几百种珍贵的鸟类照片 我们下面就一起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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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影像呢 记录了摄影师叶昌云 十余年如一日的拍鸟的故事和感受 同时也见证了西昌生态保护建设的跨越和发展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叶老师 叶老师你好 大家好 我叫叶昌云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您这一年大概得拍多少张照片呢 一年没有做过统计 但是我这些年拍了拍了拍了今年是17年了 17年了 之前我就放在家里全部存在那个硬盘里边 现在有这么厚一路硬盘 全部装满了 然后以前还拍了很多胶片 家里边有四个柜子 柜子里边全部是底片 胶片都装满了 大概应该是几十万张肯定是有的 那也没有做过统计究竟多少种鸟类 总为拍了鸟争取在今年突破1000种 总之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900多种了 相信薇薇也对叶老师这个照片 应该也是充满着好奇和期待 到底这个照片是什么内容 我们今天有备而来 我们来欣赏一下叶老师的作品 来看一下 这是中华秋沙鸭 很美 是国家一级宝负的鸟子 它现在是号称是鸟中的大熊猫 就是说它很珍贵 这种鸟很珍惜很珍贵 也很难拍 就是它喜欢潜水 它潜水功能相当好 就是它主要是在潜到水底下去抓鱼吃 所以它对那个水质的要求非常高 要是冲海药是水质不好 它不会来的 我觉得之所以叶老师能够拍到 这么多好的作品 拍到这么多珍贵的鸟种 我觉得跟下面这张照片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这张照片是你看是两张 你看上边那张是以前穷海老样子 就是还没有修建实地的时候 它旁边全是鱼塘 对 那个鱼塘的话 它要养草鱼 养草鱼的话 它就要从穷海里边去 把穷海里边草捞起来 喂那个草鱼 像当时所以说对穷海的水 水下的生态值被破坏挺大的 那么它要恢复起来是很难的 然后你看现在这个下边这张 现在建成湿地公园了 它在整个生态系统都恢复得非常好 下面和上面是对应的一个点 科里看得出来 新旧对比很明显 变化非常大 你看看得出来 我觉得这种变化 从我们这叶老师这边反映出来的 就是现在拍到的鸟的肿力越来越多了 数量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这个维于这边 增加了它们数量也增加了 维于这边生活中 每一次回到家乡之后 感觉到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当然其实我的家乡也是在鸵江边 也有这个生态文化 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 鸵江是水挺黄的 对 水质不太好 对 水质不是太好 现在越来越好 然后主要是大家的文化生活 然后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也很丰富 环境好了 我觉得大家各方面都心情也会很好 有幸福感 幸福感也会慢慢地加了 其实在西昌 还有很多像叶老师这样的普通人 享受着大自然对人类馈赠的同时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为西昌生态环境的改善 做着努力 下面我们就同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我叫王仲华 是西昌琼海实地的民传工 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 你要你的政府恢复琼海实地 我们家就办了老房子 住进政府修建的安置房 当时和我们一起办家里有两万多人 既然日子过得比较好 但只是像我们这些打官 以令人就显不住 林洋洋的政府在市地里面 开始了有产航母 我们兄弟和几个就加入了有产队 原来是一堂一锅几一个的 现在市地是刀鱼相当多 一个几个 花花草草一个刀铜一个刀不一样 林洋六年琼海实地成为贵家实地公园 贵家既留度加起 现在是来刷的人一来一堂 我们也觉得我们传讲一来一堂大声 我们也非常高兴 听到他们又可以赞美我们的实地 就像赞美我们一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